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,马次队和莱奥纳德让人被感纠结,大家也知道,最后他被马次队送到了东部的猛龙队。 这七年当中,莱奥纳德对马次队的感情,应该是特别深的,对于一向不善言辞的莱奥纳德的来说,很多人都想听到,他对马次队这笔交易的评价,和对波波维奇和马次队他有什么话要说,莱奥纳德就当大家以为这笔交易就这样就过去了。 令人突出意外的是,莱奥纳德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他对马次队的感言,这对于其他球人来说不算什么大事,但是对于莱奥纳德来说,却是一件特别罕见的事情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下面的这动画,小编看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表,英文有点不太容易懂,稍加翻译了一下,社交媒体长到字具体的大概翻译的意思。 属下翻译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,但是能够看到莱奥纳德亲自发言,可以说是简简单单,真真实实,为他在球迷们的心目当中挽回了一些形象。 师徒我们可以看到整篇文章都是莱奥纳德对马次队的感言,也算是一种好聚好散的一种离别方式。 此前马次队的球迷对莱奥纳德的行为表示不解,认为他的幕后团队或于操纵他的决定,导致他跟马次的关系闹僵,和伯伯维奇的关系破裂。 但是这也仅仅是猜测,德罗赛莱奥纳德总体来说的话,双方可以说是双赢的模式,希望莱奥纳德在新的赛季在猛龙能够打出巅峰水准。 小伙伴们对莱奥纳德的这种行为,你们有什么发表意见吗?